我來中國學了三個多月的漢語了 我覺得自己的漢語水冰有了很大的提高 學習也沒有以前緊張了 歌語水間我習慣和中國網友聊天 我希望了解中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 我發現中國人一般都有嘴不張的習慣 他們吃了午飯以後都會休息休息 睡睡覺一般睡一個多小時 也有的人就休息二十多分鐘或者半個小時 下午上班吃景色很好 我認為中國人最不中的習慣 不做朋友、科學、導力 我在公司工作的時候 中午休息時間很穩 一般只休息一個小時 這個午飯以後就只有二十多分鐘了 沒有時間睡不著 下午上班的時候很慣 從小和喝渣聊聊天 我希望我有時候也兜兜睡十分鐘或一個鐘 現在我在中國入學 我也又睡午覺的習慣了 真是不想睡俗 但是我有時候睡十多小時的舞照 時間改造的 不是真正的 中國舞照真不好意思 我中國朋友告訴我 現在中國人的生活節奏 比一間壞了 住在那 正式的中國人 在公司工作的中國人 也漸漸的 補水補照的 我覺得很厲害